就这样不知僵着了多久后 你们两个公主的地盘 他的声音如雷贯耳 我们此时 嘿 家人们好吗 我阿豪啦 今天的投稿者是 小杰 恭喜 好了话不多说 在开始前 大家帮我按个赞 订阅留言 小铃铛分享哦 这个频道会继续定时 每周日 晚上7点50分更新 还有啊 想请阿豪喝杯咖啡的 遇到广告 可以帮我多看几秒钟哦 这事情 是在我18岁 高中毕业 暑假的某个南投饭店 所发生的 诡异事件 但结局却很温馨 大家留守到最后 便知 在放暑假的前一个礼拜 我在学校的公告栏上 看到一个暑骑公读的招募 工作内容是整理饭店的房间 包吃包住 薪资也不错 而工作地点 是去山上的某个饭店 于是 我就决定了暑假 就去那间饭店打工 第二天 在员工宿舍 整理好东西后 隔天 我就开始投入工作 在这里 每天都要打扫整理 将近五到六十间房间 对第一次打工的我来说 蛮累的 但很快 我就习惯了 就这样 过了大约两个礼拜后 来了一个新同事 也是我的新室友 皮尔 我们俩年龄相近 所以很快的 就打成一片 变成了好兄弟 让这枯燥乏味的 打工日 变得比较有趣 而某一天 像往常一样 我们准备整理房间 皮尔去仓库 准备整理房间的用品 而我则是 先去把客人退完房 的房间门都打开 方便让我们进去整理 我记得当时的恐怖事件 是在饭店的二楼发生的 当时 我从第一间房间 开到最后一间 大概有二十间左右 就在我一间一间一间的开着时 突然有种被电到的感觉 很小 这是什么感觉啊 唉 算了 再开多几间 就可以休息了 就当我把下一个门 打开时 嗯 等一下 刚刚那间房间 是不是好像有个巨大的人影啊 此时 我立刻往回走 想查看 到底我刚刚 是不是看错了东西 结果 还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松了一口气后 就继续投入工作 刚刚的事 只觉得 是自己想太多了 很快的 我就开到最后一间房间 皮尔也推着推车 把清洁用品送来 当下我跟皮尔就决定 先休息一下 去桃圣门外面 抽个烟 再继续打扫 看我最近继续的新招 就这 看招 这样你也敢秀出来 看我的 也很普通啊 我阿嬷都比你厉害了 看我的大绝招 走 走廊突然传来一阵阵 关门的巨响 我跟皮尔都吓到了 我跟皮尔就急忙 打开桃圣门 进去查看 原本开完要准备 打扫的20间房门 全部被关上了 我们当下 没有多想什么 只是心想 可能是有人扼作剧 或风吹的吧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重新打开全部门 就当我们打开 最靠近的房间 准备打扫时 一开门 我们就看见 一个巨大的黑影 站在房间的最尾端 他的身形 非常的巨大 而他的脸 则是一位 苍白的老人面孔 当下 我跟皮尔站在门口 愣住了 不敢发声 也不敢轻易妄动 就让我的脑袋告诉我 跑啊 跑啊 但我的手脚 却不听使唤 就这样 不知僵着了多久后 那个老人的脸 突然伸长了紧 巨大的脸孔 立刻填满了我们的视线 那个老人 互动了我跟皮尔站 急眼后 忽然就开口说道 你们两个 滚出我的地盘 他的声音 如雷贯耳 我们此时 头脑虽然还没反应得过来 但身体 已经开始 连滚带爬的逃跑了 跑回去了 休息室 我们两个就坐在椅子上 脸色苍白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过后 饭店经理 也来关心我们一下后 就叫我们先提早下班 回宿舍休息 之后回到去宿舍 我们就连续几天 重病不好 看了医生也没用 而且重病的这段时间里 我每天都发噩梦 而且都是梦见那个老人的脸 在对着我说话 老板得知 我跟皮尔站这几天都重病不好后 就来到我们宿舍探访我们 便问起我们到底当时在二楼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一番解释后 老板只是笑着说 哈哈哈哈 没想到你们两个会遇到他 运气真好啊 好什么好啊 很恐怖耶 他该不会是魔神仔吧 不是啦 是这边的大地主啦 西斤啊 此时我跟皮尔站两个 瞬间陷入城市 大地主 其实 是一位早在几百年前 就在这片山区修炼的岭 他早在这个饭店盖好前 就已经在这了 也还有很多阴兵阴将的手下哦 那那那我们走咯 我不干咯 会死人啊这样下去 那又没那么严重 老板说到一半 就走到我们的面前 蹲了下来 认真地问道 你们两个 上山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顺路 去拜开山王 我们两个的脸 瞬间化成了痛苦面具 开山王又是山脚 老板毫不犹豫的 直接捶我们两个的头 无礼 开山王是当地山里 最大的声明 他掌管整座山里的次序 大地主也是归他管的 你们上山赚钱 没有去拜开山王 表示尊重 所以遇到那位大地主 捉弄虚 开山王当然就没有保你们啊 隔天我们就按照老板吩咐 去买了贡品金纸 去开山王庙拜拜 对开山王诚心向他道歉 也择求保佑 以及工作顺利等 这之后过了不久 我们的病情好转了 就恢复工作 我们像往常一样整理房间 我负责开门 而皮卡去准备清洁用品 像平时那样 我从前开到后 开着开着 突然又感觉到被电到了 恐怖的回忆涌上心来 然后我就隐约听到 最靠近我的房间里 传出了打闹声 听到炉雷灌顶的声音后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我打开门一看 什么都没有了 但不知为何 此时我并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是一丝温暖 此时皮卡突然赶过来问我 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呵呵 不用紧张啦 没事 老大帮我们处理完了啦 虽然我看不见 但我心底知道 当时应该是开山王 来探班了吧 嘿嘿 感谢大家把我影片看完哦 这集你们还满意吗 如果有什么有趣的鬼故事 可以投稿给我哦 我真会把它们制作成动画哦 离开前帮我按个赞 订阅小铃铛留言分享 支持下阿豪哦 拜拜 我又要去赶下一步了